马记长相俊秀,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,还常常跟着剧团演出。 不仅如此,马记也很聪明好学,十四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。 不过有一天,马记的父亲对他说道, 书读的再多也不能当饭吃,不能当衣传。 我年纪也大了,你还是继承我的事业,去做生意吧。 从此马记做起了生意,有一次他飘扬过海去做生意, 想不到遭遇了飓风,经过几个昼夜的漂泊, 他乘坐的船被刮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。 马记上岸后发现,那里的人都长得齐成。